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当温度降低10度,发生心血管疾病的概率会明显增加7%,当出现胸痛、心悸、血液、乏力、呼吸困等异常状况,就要警惕了,很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给你的预警。 今天爆炸营养克克糖的营养食,就跟大家聊聊,不管男人还是女人,45岁后少吃三种伤血管食物,多吃三种护血管食物。 1.45岁后别吃这种食物 动物内脏 很多人对内脏有着特殊的爱好,专门就喜欢吃动物的内脏,但动物内脏中的脂肪含量和胆固醇都是非常高的。 当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增多,抑在血管壁上沉积并形成斑块,甚至堵塞血管,形成血栓,导致急性筋梗或脑梗。 2.45岁后别吃这种食物,零食包括薯片、化美、辣条、鲁鸭脯等零食,其实都不怎么健康,这类食物的含盐量往往很高,比较重口味。 我每天每人食用盐的量都超过了10克,如果在正常吃饭之外,还吃了很多高盐零食,那就很容易吃盐超标。 3.45岁后别吃这种食物,甜食甜食对血管健康来说,是一种甜蜜的敌人。 高糖食物吃得过多,会让心跳速度加快,造成血管过多收缩,从而引起血压整垢。 另外,糖吃太多,也会在体内转化成脂肪,容易引发肥胖,造成血管内的坏脂肪增加,又发过加重血管损伤。 说完三种对血管健康不利的食物,咱们再来说说三种对血管健康有帮助的食物。 1.45岁后多吃这种食物。 黑米黑米的特点都在这个黑字之上,大家都知道黑紫色食物普遍含有花青素,而花青素可起到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。 有助于血管的健康,除了黑米之后黑豆、茄子、黑枸杞等黑紫色食物也可以多吃。 一切,2.45岁后多吃这种食物。 西红柿西红柿西红柿中含含有一种黄酮类物质,已经有研究证明,这种营养成分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,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给我们带来的伤害,还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死亡率。 3.45岁后多吃这种食物。 冬瓜冬瓜中含有的一种饼醇二酸,还能够促进体内的新陈代谢,进而对体内调节之代谢,以及糖代谢都有很好的帮助,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防高血脂、高血压、动脉周量因化等心血管疾病。 说完三种对血管健康有帮助的食物,很多人有疑问,我怎么才知道自己的血管是否健康呢? 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,再教大家一个自测血管健康的办法,将手紧紧握拳30秒,此时因肌肉压迫会减少流到手掌的血液,手掌会变白。 当松开拳头后,恢复血液供给,手掌会变红,如果手掌变红速度变慢,证明末梢血液循环变差,就有血管疾病的可能性了。 各位朋友,你测试的结果如何呢?你还知道哪些对血管健康有帮助的食物?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,分享你的身体状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